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要啟動修憲 是不是 這不是我講的嗎 好 那既然要講修憲 那我就應該要把上一次我講的這個 講清楚一點 因為上次有同學問我 現在有15個大法官 為什麼我建議 首先要延長任期 現在是8年 延長成12年 那麼我也建議第二個延長成12年以後 每4年更換1 3 也就是說15個大法官 每一任總統最多他可以提名10個 而不是像現在 如果有一個總統他連任的話 那他最後在他卸任的時候 15個大法官都是他提名的 除了 我這樣講 除了是為了征進人民對於司法的信任 總不要說這麼重要的機關 全部是由一個人來提名來決定的 或者說他們的意識形態太過於接近 除了這個考慮之外 主要的就是上一次講 問題是出在目前因為一任8年不能連任 接下來又是採用間隔任期 每個人任期是不一樣的 原來開始是8787 每隔4年換一半 有一次是8個 有一次是7個 但是現在的情形已經打亂了 不管怎樣 如果能夠照我剛才講的這第一個建議 把任期延長成12年 每4年更換1 3 仍然是可以達到定期更換大法官 代替民意更新思想的這種想法 同時因為你更換的頻率比較固定 你至少是每4年才換1 3 所以相對來講默契要形成比較可以預測 而不是說不定期的就有可能會出缺 然後有新的人進來我們就要大家重新磨合 但是我同時也建議第二個建議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一勞永逸的方法 不只是把任期延長每4年換1 3 更要緊的是要把15個人減成9個人 有關於這件事情 我那天沒有明確的說為什麼 各位可以現在先試想一下 你覺得是為什麼 這個想法要跟我下面一個建議有關 那天我提出來 我們現在司法院的組織構造 是一個行政體系的構造 這是因為從行線以來 司法院主要的任務是司法行政機關 後來越來越重要的是釋憲 但是其他的判決他都不管 那以至於造成整個司法院的組織 就像一個普通的官僚機關 普通的行政機關一樣 他比較重視的是這種 由上而下的這種分工方式 但是如果要把大法官 真正變成一個憲法法院 那要重視的事情就要倒過來 人數首先要減少 15個人太多了 合一很困難 如果能減成9個人像美國這樣子 雖然我上次說 美國大法官自己私下告訴我 他也覺得人太多了 好那我們假定不要那麼貪心 學到跟美國一樣9個就好的話 那9個人之間要怎麼樣做 這個牽涉到我們整個合一的 這種審查方式要改變 上次我提了幾個改變的想法 那麼其中有一個是跟剛才那個組織構造有關的 如果我們把15個大法官剪成9個 那就是說有6個大法官的錢 我們就拿出來可以增加我們的幕僚 我們現在一個大法官只有一個助理 這個助理也是你的秘書 也是你的行政助理 也是你的研究助理 反正大小事就他通報了 司法院這麼大幾百個人 我們只有一個人聽我們的指揮 那你覺得這樣子我們能有辦法 變成一個有效的審判機關嗎 所以觀念要改 如果大家要強化我們的審判機構 尤其是上一次1999年的司改會決議 說要司法院審判機關化 意思就是司法院現在你還是個官僚機關 你不是個審判機關 你沒有朝審判機關的方向 去思考你的組織改造 如果要這樣做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每一個大法官 要跟德國美國學習 要有四個研究助理 而且四個研究助理都要非常能幹的研究助理 你們知道在美國 如果你們是Harvard Yale這種非常好的學校 而且在學校成績非常好的話 你才有可能在你畢業的時候 進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當法官的助理 如果你能夠拿到這一張入場券 大概十之八九 你將來就是某個學校的教授 你現在去看那些大學教授 包含 Yale Harvard的教授 你看他的背景 他通常告訴你他第一個背景 就是當大法官某某人的助理 我們的助理到現在為止 沒有這種優越的地位 其他的保障那就更差 那因為我們整個的機關設置 他就不是朝這個方向 那九個大法官應該要變成九部發動機 每一個大法官都要有能力 他可以來書寫判決 而不是像現在動不動都要十五個人 一起來決定 這樣子效率當人慢 上次我們提到現在的瓶頸 就是我們解釋的速率變慢了 你要它變快 你要改變它的構造 你要改變這個組織的運行方式 你要強化這個構造裡面的每一個發動機 它真的有能力能做發動機 所以大法官如果你要弱化它 你可以繼續弱化它 你把它改成三十個大法官 都不要配助理好了 我看你們這群老婆子會不會累死 你們效率會不會好 所以要馬而好就要馬而吃草 那你會說那現在國家沒有錢 你這樣搞一搞要增加多少錢 所以我剛才講 十五個大法官減成九個 六個大法官的錢剩下來 足可致應四個助理加一個秘書 那這個也不會增加財務預算 就如同我們新任的行政院長 他說要加薪 人家問他說錢坐哪裡來 他說你不要擔心 我叫每個機關的預算 自己各減百分之幾就好了 所以現在不但是綽綽有餘 還有剩的 好那第三個問題 這樣子的改造的想法 還跟另外一點有關 如果大法官從十五個變成了九個 你可以想像 這個競爭會更激烈 我們希望有九個能幹的人 每一個人都能獨當一面 所以上次我曾經談到 我們目前的改造 非常強調多樣性 它的來源要多樣 又要法官出身 有律師出身 有檢察官出身 有教授出身 教授又不限於公法教授 不限於憲法教授等等 強調專業性 強調多樣性不是錯 但是也同時需要強調專業性 否則將來九個法官 九個大法官要獨立認識的時候 你叫他寫 他沒有這種東西寫不出來 那是會鬧笑話的 現在不會 現在有十五個人 當中只要有人會 其他人不要太抗拒 這個怎麼磨 怎麼磨 怎麼磨 他不會磨得太離譜 以後如果要九步發動機 要採用剛上一次 我所講過的大法官 要阻筆寫明 這個判決或這個解釋 是哪個大法官阻筆的 那這個阻筆產生了很大的誘因 寫的人不可能不好好寫 因為牽涉到他的名聲 那但是另一方面 你如果每個人都沒有具備一定的素質 你怎麼確保他的品質呢 所以這個是我上禮拜講的 那這裡面就會牽涉到 怎麼樣把人數減少 然後把大法官應有的待遇要給予他 尤其是現在上次講過的 那個同工不同酬的規定 會讓大法官將來在禁用的時候 產生很大的困難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最後一個想法 也跟我現在這個建議 有一定的牽連 將來的司法院應該是什麼 請看第三個藍點點 司法院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這是現在顯在憲法77條的 那麼所謂的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照我上次的建議 你只要開放 讓大法官可以對確定中局裁判 終審法院的確定中局裁判 終審法院是指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 還有極為罕見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這三個最高級的法院 他們所做的裁判 裁判本身認釋用法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 有沒有違憲 准許大法官進行這種個案的審查 大法官就一定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那也就是要以裁判憲法爭議 作為主要任務 那他就會自然的構造成一個憲法法院 在這種情況之下 即使有憲法法院 那因為有了所謂疑審令 大法官要審酌 這個細徵的案件所牽涉的問題 是不是很有重要性 有沒有異議變成由我們憲法法院來審理 如果沒有我們就不發疑審令 案子就在終成法院結束了 如果我們簽發了疑審令 案子才能進來 這樣子有一個篩選的機制 給大法官這個篩選的機制 大法官不會過勞死 美國有多大 台灣大還是美國大 美國人口多還是台灣人口多 那美國只有九個大法官 他們都沒有都沒有做到過勞死 為什麼我們台灣一講到這個 大家就會說不行不行 這個改變會使大法官累死 那是因為沒有這個以審令 作為一套篩選的機制 如果你這個配合機制 然後你又准許大法官 在特殊例外的情況下 可以針對個案進行救濟 大法官就必然是裁判憲法爭議 而不只是顯示憲法一意為主的 一個憲法法院 這樣子我覺得將來的改革 是可以完成司法改革的最後一理路 那麼這是上個禮拜 我講的那個部分 現在我們進行到這個禮拜 我要講的體制篇 首先看一下我們的目次 因為大法官的指標解釋 每個人選的不一樣 那我選的我要負責任 我要跟你們解釋 為什麼我這樣選 今天我要講的就是體制方面的問題 大概可以分成七點來介紹 第一個大法官在一段相當的時間裡面 擔負了一個很重要的憲政功能 我們要維持這個憲法的正當性 這個跟我們國家的歷史情境 遭遇有非常大的關係 等一下我會講 第二個被我挑出來的 就是因為大法官有一個 所謂修改憲法界限的這兩個號解釋 然後我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權力分立構造的國家 一般的國家是三權分立 我們是五權分立 比別的國家多了兩權 那請問你多了兩權 他們的關係要怎麼處理 所以早期的大法官 花了很多的解釋 在闡明這個五院之間 五權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 當然你不管是三權也好 五權也好 它都會牵涉到權力分立這個原則 權力分立這個原則 說穿了就是把權力拆分 其次拆分過後的權力 要相互制衡 所以既要分權又要制衡 那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隱含的要素 就是要相互尊重 我是以制衡你為目的 而不是毀滅你為目的 如果要以毀滅你為目的 今天的五權 明天變四權 後天變三權 最後變成一權 請死皇一權 不管它叫行政還是叫什麼 這就不是我們五權分立的構想 我們希望養五條狗 那狗咬狗一嘴毛 但是沒有一條狗 會咬得死其他的四條狗 唯有如此 這個憲法結構才能穩定 人民才能真正當家做主 接下來我們缺少審判獨立 司法獨立的概念 司法獨立是比較廣義的 我現在不想牵涉到檢察官的問題 我只講審判 我只講法官要獨立 審判獨立 你們看 這是多麼的困難的一個事情 因為在我們中國的傳統 沒有這樣東西 大法官不願其凡的 在很多解釋裡面 努力的去維護住 審判獨立的憲法精神 接下來第六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衝衝的講過 其實這裡沒有很多的東西 我們現在這一套 由大法官進行審查的 這個違憲審查制度 有非常多的元素 是沒有法律規定的 是大法官在解釋裡面 一個一個一個創出來的 從他的審查方式 到他的標的 然後到標的的擴張 以及解釋的效力等等 這些都是大法官所做的努力 當你們讀到這些指標解釋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 為什麼大法官要這樣來解釋 如果大法官不透過這些解釋 把這個違憲審查的制度 這樣固定下來 那會產生什麼結果 因為我們相關的法律規定 非常的簡略 最後一個是最難的問題 所以我放在最後 他可能要講幾十個小時都講不完 而且在台灣非常有爭議 你們看到最近 行政院長被質詢 還有總統修憲 大家又重新來討論 這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這個國家 現在經過了幾次 七次修憲 請問你究竟是內閣制嗎 還是總統制嗎 還是如同很多人說的 所謂的半總統制 並且把半總統制 批批的一塌糊塗 說它是一個有權無責 有責無權的體制 是真這樣嗎 那我們是憲法 什麼憲法結構 要跟我們怎麼做違憲審查 這件事情產生對應 我現在講的這個是一個 非常新的比較憲法的觀點 我並不確定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認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我認為 這是非常重要的 大法官有關於國家憲政體制 權力分立的解釋 他不能忘記的是 我們憲法設定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比方說是內閣制 總統制 這是預設的 這個不是你大法官可以選的 你是在這個預設的憲法 框架下來做憲法解釋 所以權力跟權力之間 產生的碰撞要怎麼解決 那你要看你是什麼制 所以在這個制度之下 它應該怎麼解決 我們就舉幾個例子 同樣一個爭議 那個爭議在內閣之下 是一種解決的方式 但是在總統制下 它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一種解決方式 這一點 大法官必須要先承認 肯認 確認 我們是什麼憲政體制 什麼憲法結構 然後我們根據這個憲法結構的 預設 以及它的原理 來闡釋這種產生碰撞 或者是衝突的權力 應該要怎麼處理 好在大體上是這樣 這裡我挑了幾個解釋 還有其他的 好現在開始講第一部分 所謂的維持統治的正當性 在這裡的英文 我用的是不一樣的字 那我跟外國人講的時候 我會說這兩個解釋 牽涉到台灣的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但是講民主化 這是一種說法 那你講得更直白一點 為什麼要民主化 這個因為牽涉到我們的體制 過去的威權 走到現在的民主 過去威權的時候 碰到的問題 跟現在民主碰到的問題 是不一樣的 首先是4-31號 這是1954年1月29號做的解釋 那麼它的解釋很簡短 我大概只會摘以下一通 只會摘最驚訝的部分 直現在正好碰到 國家發生重大變故 我知道 如果我們的語言教學 教學 繼續白話 將來這個直字 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來解釋 那如果你們現在 對這樣的文字都看不懂 我只能說我很遺憾 我不是你們的國文老師 我也管不到你們的過去 但是我希望這樣的事情 不要再往下發生 不過現在的發展 其實是很讓人擔心的 指國家發生重大變故 遇到了國家現在有重大變故 這句話就指的是大陸撤退了 淪陷了 第二屆委員 這屆委員主要是指 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沒有辦法依法選出集會以前 怎麼辦 仍應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 繼續行使其職權 這個4-31號 先講他的事實背景 我們的憲法 施行了以後 那在大陸 我們就進行了第一屆 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 中央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按照憲法規定3年 國大代表任期6年 監察委員任期6年 都有任期 世界上所有的民主法治國家的 民意代表 沒有人是沒有任期的 因為有任期 所以才能定期改選 民意才能定期更新反應 不然我們就不叫民主國家 上次老師講過 民主國家 我們上次講的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裡面談到的一個原則 就是我們統治者的統治正當性 是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 而同意的方式 主要是透過定期選舉 如果我們沒有定期選舉 蔡英文女士做總統 她憑什麼以總統來統治我們呢 她的統治為什麼會有正當性呢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民主國家 請問艾辛絕羅斯這個家族裡面 她的那個立個幾十個皇帝 哪一個皇帝是我們投票的呢 所以她有沒有正當性呢 她的正當性是建立在 她對你的實質控制上 有本事你來推翻我 你不能推翻我 我馬上得天下 我就馬上治天下 我就繼續知道 你們推翻我的統治為止 我不需要問正當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民主國家 如果人民沒有投票支持她 沒有民意的支持 她是不能統治我們的 好 那麼現在國家碰到了重大的變故 我們選完了以後大陸就丟掉了 所以車隊到台灣來任期到了 當立法委員任期到的時候 當時呢政府說這個該怎麼辦 我們要反攻大陸 我們希望要反攻大陸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反攻大陸 而立法委員的這個選舉 包含她的這個席次 是規定在我們憲法裡面的 這個不是我們可以隨便說到台灣地區來調整 那如果按照我們台灣地區的人口 怎麼選也選不出 能夠再按照原來那個 以全國36個行省 為基礎選出來的那麼多的多數 可以開會的多數 選不出來的 而且事實上 如果你要這樣子改選 你還有很多政治的問題要解決 比方說你這是不是意味著宣告獨立 成為兩個中國 還是一中一台 還是什麼 所以那個問題不是今天才有 以前就有了 所以碰到這個問題呢 政府說好 那我們行政院 通過一個院會決議 說碰到這樣的情況 立法院任期到了沒有辦法改選 我們知請立法院租公 體諒我們現在國事維艱 請你們同意延長任期 其繼續行使職權一年 好不好 那總統把這個意見 資文給立法院 立法院表決一下說 好 國家很困難 我們同意 所以第一年用這種方法 克難的度過了 第二年又來了 第三年就難了 因為所有的三個中央的國會 剛講的是立法院三年的任期 監院也六年也到了 國大任期六年也到了 三個民選機關任期 通通都到了 你還用這個辦法嗎 好 這就開始想要怎麼辦 有很多人建議總統說 那總統 請你依照憲法四十四條 出來行使 願計調和 總統說 當時總統當然是蔣中正先 他說這個不是我的權利 他堅決地拒絕了 拒絕了怎麼辦 最後說 這是有關於憲法的問題 交給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就是在這麼困難的情況下 做成了這個 市值三十一號的解釋 這個解釋裡面透露幾件事 第一 這是我們講的情勢變遷 我們沒有想到憲法 會是在這種情況下 實行的 那現在確實沒有辦法改選 所以沒有辦法改選 以前怎麼辦 繼續由第一屆的行使之權 這個是講他的背景 這樣做呢 產生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剛開始不覺得 慢慢慢慢慢慢 你發現了 這就是後來 萬年國會的由來 這個會 因為三十一號解釋 他不必改選 如果沒有三十一號解釋的加持 在當年這個統治的正當性 就已經出問題了 那因為三十一號解釋 這麼做了 好 所以大家呢 共體時間 就是忍耐 但是你知道 在這個同時 1950年到了台灣以後 蔣介石先生一方面是說 我們中央民意代表 暫時停止改選 而是二方面同時 1950年開始 他就發佈了一個 台灣省各縣市 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這我現在簡單的就稱為 地方自治綱要 請注意綱要是一個命令 它不是一個法律 換句話說 在台灣地區 所實施的地方自治 長時期以來 就跟憲法的規定不一樣 但是 蔣先生認為 好不容易脫離了日本的統治 在殖民時代的統治 他不會讓受統治的人 有所謂的民主意識 要求要當家作主 那日本人怎麼統治 雖然台灣的士生 在日本統治的晚期 已經有很高的自主意識 要求我們要議會 要求要做什麼 但是很快都被 統治者被壓下來 這種情況幾乎在 所有過去的殖民地 都發生 那我們台灣的情形 也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蔣先生的決定 你可以說是個政治的決定 一方面中央不讓你選 二方面地方 要讓你開始選 當然這裡有不同的解釋 有一種人可能會說 這是因為蔣家政權 或者是國民黨政權 它是一個外來政權 它在台灣根本沒有跟 你要讓它在台灣能夠扎根 它需要有一個方法去扎根 就是要讓地方可以選舉 它就可以去扎根 每一個選舉 是不是要黨部去運動 是不是要黨部去策劃 好 那這也是一種說法 但另外一種說法 你可以把它 從個比較長遠的觀點來理解 就是殖民地的人民 不管是因為它的教育 還是它的過去的 所謂的公民美德的培養 都非常的欠缺 一下子要當家作主有困難 為了局面的穩定 中央不准動 但是地方 我們現在要開始讓它 試行各種層級的選舉 跟自治 所以各位想一想 當時的台灣 除了台灣省 省主席 不能選官派以外 當時沒有省長 只有省主席 省議會是選的 縣市長縣市議會是選的 而且更創造了一個 憲法所沒有規定的地方自治 鄉鎮也是選的 鄉鎮代表會 跟鄉鎮長都是選的 所以從底下的基層 一直往上選 你就看到今天幾乎 你在檯面上 看得到的政治人物 他們都是從台灣的基層 列練出身 如果沒有當年的地方自治 這樣子實施 全面的地方選舉 哪來以後的中央 這些優秀的 從政同志 好 那這是講 過去 那不管怎樣 這個解釋 確實造就了一個 萬年國會的這個事實 萬年國會有點誇張 不過你們知道 從事政治運動人 一定要誇張 跟寫散文 跟寫詩歌一樣 一日不見 如隔三秋 一日怎麼會等於三年呢 但是你若不這樣寫 顯現不出 我對你的思慕嘛 同理 我如果不把它叫成萬年國會 這怎麼能夠說他的可惡呢 你要說三十年不改選的國會 人家覺得這個為什麼嘛 所以這個從事政治運動 跟從事詩歌 或者是文學藝術的創作 在某些方面是有點類似的 好 那麼我們後來就看到了 1989年是不是就有學生 所謂的野百合 進座示威抗議活動 這是國民政府 簽台以後 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國民政府當年 敗在共產黨手裡 有很多原因啦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 學生都是共產黨這邊的 學生一天到晚發動運動 搞得政府非常的困難 那麼這個野百合運動 這個要求兩個訴求 如果你們還小不記得 那當中在座有些年紀比較大 就應該會記得 當時有兩個口號 第一要求廢除萬年國會 廢除萬年國會 意思就是 全面改選 中央民意代表 第二 要回歸憲政體制 說呢 當時的這個憲法 以外 還有一個叫 動員勘亂思期臨時跳款 說這個是違章建築 把違章建築拆掉 還還他建築原體面貌 這是當時的口號 好 在這種情形下 大法官做了261號解釋 你看這個時間是1990年的 6月21號 實際上呢 這種情況已經是 社會運動已經是到了 烽火燎原的地步了 那你看看他怎麼解釋的 他說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 是貫徹民主憲政的途徑 這句話講得很重哦 這是31號沒講的 我們非常要求 民意代表要定期改選 這個不能打馬虎 如果這個打了馬虎 我們就沒有辦法叫做民主國家了 就是剛才講的 這個統治正當性就會出問題了 而本院四字第31號解釋 剛剛那個解釋 憲法28條等等等等 這些相關的規定 一 沒有使得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無限期繼續行使之權 的意思 剛剛31號說是繼續 我有說無限期嗎 大法官說你們沒有仔細看 你們不懂我們的心啊 我有說他無限期嗎 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第二 我不但沒有說無限期繼續行使之權 我們也沒有變更任期 三年就是三年 六年就是六年 我也沒有說變三十年變六十年 我沒有這樣講 第三 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限制政府 來辦理次屆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 所以 要讀懂31 31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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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講的那個意思 好 再往下 事實上呢 從民國58年以來 這就是指的 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 這個故事有點複雜 但簡單的講就是有人併僱了 那這個缺了 就拿來增補選 開始之後是只有補選 後來有增選 到了蔣經國任內 這個增選的名額已經非常多 使得老代表跟新代表的名額 在立法院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那這個故事就很長了 我們就不多講了 好 現在總之呢 已經開始逐步的充實 中央民意機構 意思是說 本子 規範的本子 不管從憲法還是31號解釋 都沒有說不可以 接下來事實上 政府已經在辦了增補選 好 下面這就是關鍵 看藍字 為適應當前情勢 31號是不是適應當前情勢 時國家遭遇重大變故 所以我們不得已 現在也是當前情勢 這就很妙了 大法官沒有說 什麼叫當前情勢 盡在不言中 有興趣的去回顧一下 那段時期的簡報就知道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法官說 第一屆沒有定期改選的 中央民意代表 大大大大大大 最後最慢 應該在 80年12月31號以前 終止行使執權 並且中央政府 應該依照本號解釋 相關法規 適時地辦理 全國性的 次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以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 確保憲政體制之運作 好 這個解釋呢 就開啟了 後面一系列的憲政改革 憲政改革 這四個字是李登輝先生的用語 從他開始最喜歡改革 什麼東西都是在改革 名字從他用到現在 還在講改革 那中央民意代表 就開始全面改選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在這個解釋理由書裡面 有一段 說呢 世界辦理的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中 應該包含一種叫做 全國不分區名額 也就是說 我們沒有放棄 對大陸的主張 所以我們要有一種 不是經過選舉 不是經過大陸地區人民 選舉而來的 這種人 搖搖的代表大陸 地區的通報 所以叫全國不分區 全國不分區 後來就採用 政黨比例代表制來產生 這個是我們選之上 重大的改變 也是因為大法官261號解釋 好那各位就可以想一想 講說要繼續行使職權 是三一 最後說停止行使職權 也是261 說來說去都是你們大法官 你們覺得功也好 過也好 是不是這是對於大法官而言 一個很重要的兩個指標解釋 沒有這兩個指標解釋 中華民國政府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它的統治正當性 可能老早就已經產生問題了 當然我不能說這兩個解釋 都沒有任何的缺點 首先第一個是 31號解釋的時候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當時只有說 繼續行使職權 為什麼不定個實現呢 五年內 十年內 繼續 那五年內誰能給你一個壓力 每五年 每十年 你要再review一次嘛 沒有設定這樣的期限 你可以說紀律是不是有所不足 現在要批評以前的人很容易 你們以後很快都要當家做主 你們自己看看你們紀律有沒有不足吧 第二個問題 261號有人問說 那為什麼民國八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號 為什麼不早幾天 為什麼不晚幾天呢 憲法哪一條 講了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呢 是沒有講 但是因為三十一號這個零 是大法官綁上去的 所以解零游需細零人 大法官也必須把這個零拆下來 這樣子憲政才能向前跑 才能民主化 好 那一定要定個實現 簡單的講是投票 按照當時的大法官相關的 這個會議的規定 你必須要有幾分之幾 當時已經是三分之二 所以十幾個人 偷偷偷偷偷偷 有不同的時間 投到了八十年 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個票數就過了 三分之二所需要的可決門檻 那就這一點吧 所以嚴格來講呢 你可以想像 越早反對的人越多 投票贊成的人越少 那麼越晚只將反過來 好 這是講到兩個解釋 接下來第二個大法官的指標解釋 第二群 是確立了一個修憲的界線 英文就是憲法修改的核限性 這是一個笑話嗎 表面上看似 國民大會是憲法規定的修憲機關 這個修憲機關通過的憲法修正案 能夠被解釋憲法機關的大法官 宣告為違憲嗎 這個在很多國家很難想像 但是在我們這裡發生了 具體的例子就是499 499現在對你們來講 可能有點遙遠 這個是我們學習 需要認知過去 然後策劃將來的一個重要功能 你們不要回答我說 這我小學的時候還沒出生 這樣的話你就不像個知識分子了 那不然幾千年的歷史要怎麼讀 這裡要去想一想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去調東西 查資料來看 499話解釋是憲法徵修條文 有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國民大會自己修憲 說從第四屆 當時是第三屆 第四屆國大開始 我們的下一屆開始 全部改成 全額政黨比例代表 400個 民額是400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在那之前 國民大會大部分是人民選的 然後按照人民選的這個席次 設定一個比例 比方說這個人民選的這個代表 席次裡面大概有50% 是國民黨的 40%是民進黨 也有17%大黨派 那就用這個50 40 30的比例 來分剩下剛才講的 全國部分區代表 所以我們有兩種人 一種是區域代表人民直選 一種是全國部分區代表 透過政黨按區域直選的得票數 得票比例來產生 這兩種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就是下面這個事實背景 叫做蘇南成永遠的秘密 當時國大的議長是蘇南成 蘇南成曾經公開有些發言 現在這個東西不知道還找不找得到 但是如果你們年紀夠大 大概都有記憶 有人問他說 你這怎麼提這種修憲案 他說這不是我的意思 那不是他的意思 這是誰的意思 那是什麼樣的考慮 要把國民大會 變成全額的政黨比例代表 這裡有兩件事要注意 第一個是全額 剛才講了過去主要是人民選 現在說不要 完全不給人民選 為什麼 第二 全部的政黨比例代表呢 是要盯住立法院立法委員的席次 來換算成國民大會代表的席次 所以誰能掌握立法院 誰就能夠掌握這個國民大會 第三個背景的理解是 按照當時的憲法 全國所有的機關 還包含人民 真正能修憲的 只有國民大會 一個機關 它沒有嚴格來講 沒有制衡 不是說像別的國家 你要修憲 你要中央如何 還要加地方如何 地方還要幾分之幾 我們完全沒有 只有國民大會提案 國民大會通過 就可以了 所以回想一下 有一段時間 在陽明山中山樓 上演了很多 讓人觸目驚心的畫面 就三中傳奇 一夜之間 修憲了 通過了 就長這樣了 那像這種情形 現在要把它改成這樣 你說全國人民的反應是什麼 大家都說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誰是主人 我才是主人啊 我們是國民主權原則 不是國民大會主權原則 怎麼你替我決定了嗎 我不選你能替我決定嗎 好 所以大法官就把這個解釋 就把這個憲法徵修條文 宣告為違憲了 其他還有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它的修憲沒有依照 所謂的正當程序 這個正當程序呢 你可以有一點爭議 大法官的意思是說 你最後一讀會通過的那個程序 必須是記名投票 不能是不記名投票 這個又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了 立法院通過了很多事情 絕大部分都是無記名的 他現在說這個修憲很重要 一定要記名 這樣才冤有頭再有主 要去找責任 追究責任才追究的到 你不要跟我打迷糊仗 一舉手大家都舉手 誰舉手 名字給我通通列出來 你們沒有採用記名投票 居然用無記名投票 大法官說這個也不可以 從兩個理由 把這個條文宣告為前 你給我用四條 這個解釋呢 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第一個經過了一段時間 幾年以後 國民大會就從歷史消失了 國民大會不見了 國民大會所有的權利 又回到 基本上回到人民的手裡 所以現在修憲 最後誰決定 人民 以前只有 在那個時候 只有總統選舉是人民決定 其他很多都有國大參與 現在又還歸 還政於民 這是一個最大的改變 這個改變呢 可以你如果有 有一點這個歷史的理解 你可以說呢 又回到了自憲原初的想法 自憲之初 共產黨 還有其他的社會黨派 就是非常反對 有國民大會 至於說共產黨執政以後 他現在又怎麼搞出來 什麼人民代表大會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他當時是反對的 他當時覺得不需要這樣 人民直接做主就可以了 當時是蠻先進的 現在執政以後 是另外一回事 那第二個事情呢 影響是呢 產生了一個很要命的規定 剛剛不是講第三屆 國大 他們制定的憲法徵修條文 被我們499宣告違憲嗎 也是第三屆的國大 好 那我就增加一個條文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句 司法院大法官 除法官轉任者外 不適用憲法第81條 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的規定 這句話有聽懂嗎 從此以後大法官分兩種 一種是法官出身的 一種是非法官出身的 法官出身的我保障你 非法官出身的我不給保障 過去是大家一體 現在是大家兩體 所以叫同工不同軸 一點不過分 那你說這個規定合不合理 我們評論是一件事 現在還在 所以它會產生什麼影響 各位可以自己去想 有關於這樣的事情 我上一講已經講過了好幾個 衛環說任期明明規定是八年 不得連任 不得連任 如果你把它硬要解釋成 可以再任 它會有什麼影響 同樣是大法官 他跟你分成兩種 兩種人待遇是不同的 那你覺得是要怎麼樣選任 哪一種人會來當 你去想想看這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嚴重的 因為以前的大法官可以連任 所以你可以說 每一屆十五個假定十五個 你不需要全部的新面孔 但是以後是不能連任的 所以每隔八年 你就要產生十五個 請問台灣有多少這種人 能夠夠格當這個工作 那你又不給他保障 那這個問題就更複雜 所以你可以想像 我們的問題是很多的 所以說現在要做司法改革 我覺得如果大家認真地來對待 確實有很多規定 還有改進的空間 另外一個解釋是比較近的 我已經到司法院來服務了 這個牽涉的條文是 我們當時的選區 是因為有幾個戴帽子的人 在立法院抗議 所以我們立法委員人數過多 所以立院減半 否則立院就是亂員 還記不記得 好 這麼喊喊以後 真的就通過了 直接把釋憂條文 立法委員就減半了 然後又採用了所謂的 單一選區兩票制 本來我們立法委員的選區 是所謂的複數選區 一個 比方說台北市 分成南區跟北區 一個選區可以選十個立委 那你只要不要掉在車尾 在十米以內你都會當選 你不一定要排第一 但是現在改成單一選區 73個選區 一個選區只能產生一個立委 所以你必須是這個選區內 得票最高的人 代表最多的免疫 否則你就不能當選 這個對於選舉的生態 當然會產生直接的衝擊 除此以外 它有兩票制 一票投人 剛才講的區域代表 另外有一票投黨 所以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這是第一 第二個呢 投黨的那一票 並不是所有的黨 都可以來分配 你必須要能夠 佔到5%的門檻 如果你在這個區域立委的席次 沒有辦法達到 5%的這個門檻的話 那你就不能參加 這個政黨比例代表的分配 小黨就沒有資格分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 那麼這個規定 是不是憲法徵修條文的規定 是 有沒有經過修憲的程序 有 那這個程序又有人挑戰說 它違憲 好那這裡面呢 簡單的講大法官 多數的意見是認為不違憲 那對於這個不違憲呢 我並不反對 但是呢 我要強調的一點就是 如果認真的對待 國民主權原則 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 所以人民說了就算 我們怎麼樣讓人民 經過理智的討論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人民最後做了決定 你必須要honor這個決定 要respect這個決定 從這個觀念講 499號那個解釋 能不能繼續適用 是有問題 記不記得499 修憲機關 它所做的修憲 不能抵觸憲法 違反違反什麼 什麼自由民主 憲政秩序 就無效了 這種情況 人民自己當家作主了 還碰到這樣的情形 還可以嗎 我們人民經過公投 現在修憲要經過人民公投 要過半才能同意 那人民公投以後 你居然說 這個違反憲法 又被你大法官宣怪違憲 可不可以 那我覺得 這個是不合適的 所以我表示了這個意見 好 那麼接下來第三個部分 就是要講到 五權分治 平等相違 這是一個大法官在 這是一個 大法官解釋裡面的用語 具體的 描述了我們五權的關係 五權是分而自之 但是這五個權呢 希望在平等的基礎上 相互的制衡對方 OK 那現在我畫的這個圖形 是一個示意圖 三權分立比較簡單 你制衡我我制衡你 所以三二有六種排列組合 六種自衡 相互自衡關係 那麼如果是五權 這個圖上應該出現了二十種 為什麼有的是實現 有的是虛線 實現代表了我所理解的 憲法有明文規定的 誰怎麼自衡他的 或者是大法官用解釋 已經具體加以補充的 虛線的部分呢 理論上應該有 實際上是怎樣操作呢 憲法沒有規定 大法官也還沒有解釋的 所以就從這個觀點來講 我們還有空間 好 那現在看一下大法官 有關於這個五權分治的解釋 首先是四字第三號 多出一個監察院 多出一個考試院 監察院關於所長事項 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各位仔細想想這個案子的影響 我們假如只有三院 行政院當然可以向立法院提案 立法院自己可以提案 大概很難擋得住 他是立委 他審查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有什麼人不能提案 很難想像 好像只有司法院不能提案 最高法院不能提案 或聯邦最高法院不能提案 現在現在五權了 那每個院能不能就 自己主管的事項來提案 所以大法官第一個解釋 就面臨的問題 簡單的講 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的權利 是行政院控制住的 還是每個院都應該分享的 你向立法院提案不見得會過 但是如果要經過行政院 監察院要對付行政院 監察院要怎樣怎樣 修改監察法 行政院就不同意 那就不送立法院了 是不是監察院就要受制於行政院 所以在這裡大法官第三號解釋 把這個門打開了 這個第三號解釋 對於論理方面 有很多有趣的敘述 就是說法學上的legal reasoning 有哪些種類應該怎麼樣適用 有興趣的人自己去參院 175號解釋 但是呢是順著這個脈絡 處理到司法院 注意喔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司法院 有關於組長的事項 可以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 他的脈絡基本上是順著第三號 所以3號175號 合在一起看 是一種看法 可是另一方面 監察院能不能夠監督民意代表 監察院有彈劾 有糾舉有糾正 現在主要是彈劾糾舉 彈劾糾舉就是你如果有違法 或者是有不當 他可不可以來糾正你 現在14號解釋 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解釋 很早的解釋 這個解釋說 各級民意代表 包含立法委員 中央的 包含省市議會議員 不受監察院之糾談 所以監察院呢 怎麼對付立法院呢 剛剛還記得我剛剛那個圖嗎 你現在看監察對立法 怎麼監察 怎麼對立法 這是不是一條虛線 你請問你 你怎麼對付他 他可以對付你嗎 可以啊 你所有的法律 預算 是不是都要經過立法院 他可以鉗制你 你怎麼鉗制他 你自己放棄了 你說呢 民意代表不受你監督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監談 揪舉彈劾民意代表 這樣規定合不合理 是可以討論的 357號解釋呢 是更有趣的解釋 先看下面這條 104條呢 我們的憲法 表面上是五權分立 可是嚴格來講呢 也許比他還要複雜 你看有一種人 叫做審計長 他放在哪裡 監察院底下 監察院設審計長 好那你說這是監察院 下屬單位了 那是不是監察院院長 可以任命審計長 No 總統提名 立法院同意 那這種人關我監察院什麼事 為什麼放在我監察院裡面 他就這樣放著 好那這個人 你說他三不管 你可以說他三都要管 想管三不管 那這種人到底有沒有保障 法律規定 兼審計長的任期是六年 立法院改權了 立法院說這個規定不行 我的任期只有三年 你怎麼可以六年 我管不到你這樣不行 我要把你拿來管 他要拿來管 大法官讓不讓他管 大法官說 審計長任期六年 是在確保審計職位的安定 以便他能夠超然獨立的行使之權 這句話是話中有話 你們應該都看得懂 不管文言文白話文 我不必再多講 審計能不能監督到立法院的支出 當然有沒有效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至少他的任期不是你控制的 那如果不是這樣子 審計長有立法院任命 那這種人能夠監督立法院嗎 那審計長就監督 全國各機關的審計 他如果不合銷 那個賬目是沒辦法合銷的 這個後面有很多的責任 有興趣去看審計法的規定 好 再下來 多出一個考試院 多出一個監察院 剛才講的長 都是監察院的比較多 考試院在一個解釋裡面 有談到 這個是關鍵性的解釋 319號解釋說呢 依法舉辦考試 在試卷迷風的時候來平定成績 所以多數意見說 一旦你迷風拆開了 你就不能夠 再去改變 重新評越 這個話嚴格來講呢 是沒有講清楚 好像是 以試卷迷風開拆否 作為要件 沒有開拆以前 可以 開拆以後不可以 重新評越 好像是這樣 你讀起來會給人家這種感覺 你看看是不是第一段話 是不是這樣的印象 那麼有三位大法官 翁月生 楊日然 跟吳根 三位前輩 他們提出一個不同意見書 他們說呢 考試機關 依法舉行的考試 月卷委員評定成績以後 除非發現是顯然錯誤 比方說一題配分是3 3加3加3應該是9 結果你3加3加3等於12 你多加了3分 這是不是顯然錯誤 或者是違法 我現在配分 這一題配分15 我給你20分 可以這樣給分嗎 好 如果有這種情況 當然要拿來加以處理 除此以外 不可以再任意重新評越 評了就評了 你不能說我得分太少 重評一次 如果每一個卷都可以重評 那考試委員他的決定 有沒有得到尊重 我們還要這個考試院幹什麼 這就是我們講的 考試月卷評分的判斷餘地 判斷餘地 就是對考試權的尊重 除非有形式上顯然之錯誤或違法 否則不可以加以 重新推翻 然後重新再行評越 那這個跟試卷 尼封開拆與否無關 另外一個解釋是328 328的解釋是牽涉到領土 那當時的規定 解釋當時是說 中華民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 除今國民大會之決議外不得變更 所以是國民大會才能決議變更領土 那不管怎樣 你現在要問我說 蒙古西藏是不是我們的領土 這個問題大法官說 我沒辦法回答 這是政治問題 那政治問題是什麼意思呢 我最簡單的理解 凡是憲法上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 憲法沒有辦法給答案的 這就是政治問題 那這種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 憲法上找不到答案 憲法上是故意模糊的 說中華民國之領土 依其固有之疆域 固有是你是指元朝嗎 是忽必烈時代嗎 還是指唐朝 還是指清康熙時代 你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說法 這種規定是有很多考慮的 簡單的講 在制定憲法的時候 我們是一個弱勢的國家 我們必須要保留這個國家 最大發展空間的可能 所以這個解釋 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是強國的時候可以活 我們是弱國的時候 也要能活下來 那像這樣的事情 你問我大法官 大法官怎麼辦 大法官說這種問題 政治問題不受司法審查 什麼意思 就它不在我們違憲審查的範圍 我們司法不介入 那這是不是權利相互尊重 不是屬於我的範圍 就是你們政治部門說了算 我不管 這個解釋是不是全然 沒有討論的空間 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我現在只是介紹 這些是重要的解釋 那如果你們對這個有興趣 我的書在權力分立裡面 有一些部分 不是全部的解釋 大部分都有做過評論 有興趣的可以去參閱 那麼461號解釋 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時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叫蔡莫總長 坊間的媒體常常說 每次到立法院來背詢 都是國防部長 可是國防部實際上 管不到參謀本部 我講實際 實際當然要看人做 如果是蔣先生當國防部長 那我想他當然管得到 以後的人當國防部長 通常他並不知道 參謀總長 所屬以下的這個軍令系統 到底在必須什麼 所以每次都要叫參謀總長 來立法院背詢 他就是不來 好 這個人大家跟他開玩笑 做一下常敬人 你們逼他出現 好 他申請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是這樣說的 蔡莫總長 由應邀到立法院 注意後面三個字 委員會背詢的義務 不是到院會 因為國防部裡面 附設蔡莫本部 所以蔡莫本部 還是國防部的一部分 國防部 當然以部長為代表 所以只有代表這個部的人 才可以參加立法院的院會 到院會去接受總質詢 聽懂嗎 那你不是部長 你只能到立法院委員會 這先把層次先說清楚 那但是同時他又講了一些 其他的事情 這個解釋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把五權關係裡面 哪些人該來 哪些人不該來 他要做個區隔 司法 考試 監察 這三院是不是依據憲法 因獨立行使之權的 他們如果動不動都到行政院來背詢 他們還有什麼獨立性可言 來來來 正看你為什麼這樣判 給我減兩年 不準 砍預算 你可以這樣嗎 監察院你怎麼彈劾這個人 考試院你怎麼不犯這個考試 我要這個人錄取 你怎麼給那個人錄取 這些能夠質詢嗎 所以我們要給他一個空間 說這個呢 如果不是牽涉到預算 那他們院長 三院的院長 就可以本於下面這句話 五院之間相互尊重的立場 依循憲政慣例 不到立法院來被選 但是呢 如果不是牽涉到這些事情 而是牽涉到預算的 那麼你們就必須要派代表來 所以我們司法院的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 監察院的秘書長 都要到立法院來被選 尤其是審到你的法案 預算案 條約案是我們不可能參與的 很少我們會直接去跟他定條約的 不會 好 所以461號解釋 你已經看到了 有制衡 制衡當中 蘊含了有尊重 好 往下632號解釋 這是因應有一段時間 監察院關門兩年多吧 所以大家說 誰說我們一定要五院啊 我們四院也可以 甚至我們三院也可以 這是最近又重新修憲的時候 又在討論的議題 當時的情況是有一段時間 陳水扁先生擔任總統 他提名了一些監察委員 監察委員的名單呢 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當時是藍營戰多數 那很多都不同意 甚至於就把他壓著不審 壓著不審的事情不是現在才有 你想想看美國 歐巴馬任內是不是要提名 一個人來當大法官 送了沒 送了 參議院審不審 不審 不審就是不審 一直等到特朗普來 才通過 有沒有 所以提案以後不審 這不是我們台灣發明的 也輪不到我們這麼聰明 別的國家走在我們前面 也有類似的情況 但是大法官這裡解釋呢 非常的漂亮 總統如果消極的 用不提名的方式 或者立法委員 用消極不行使同意權的方式 導致監察院無從行使之權 因為沒有監委 怎麼行使監察權呢 那這樣子 就是憲法所不許 你們都不做 不是你們做了什麼 你們不做 不做不做 把監察院共同摧毀了 這樣不行 我們明明有監察院 監察院必須function 如果你不喜歡監察院 請你修憲 把它拿掉 沒有拿掉以前 它就是五權體制 五權體制 大法官只能這麼解釋 在這裡 我給他發明了一個名詞 是不是大家都是憲法機關 對於憲法富有忠誠的義務 憲法說是五權 你不能私心賤用 我討厭你 我就把你變成四權 我討厭你 我把你變成三權 甚至如果討厭國民大會 立法院可不可以 把國民大會預算砍成零 我看那麼多熱信公益的有幾個 可以這樣子嗎 好 再往下 325號解釋 跟下面一個解釋 是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對來看待 張二五牽涉到監察院的調查權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過去憲法 只有明文規定的 只有監察院 為了行使監察權才能調查 比方說我打算要彈劾你 我覺得你辦理什麼什麼案子 有違法的嫌疑 那我要彈劾你 我彈劾你要有證據 所以你要給我配套的調查權 我如果不能調查你 我怎麼找到證據 我怎麼能提出對你的彈劾 好 問題來了 我們修憲 修憲以後 把監察院的職權 基本上不動 基本上除了同意權以外不動 但是產生的監委方式改變了 以前要用審司議會代表 來間接選舉產生 改變 修憲以後 改變了 改變成監察委員是由總統提名 早先是經由國民大會同意 後來變成經由立法院同意 就可以上任了 那請問這種情況下 監察院還有調查權嗎 與此同時 監察院如果沒有調查權 立法院說 我有調查權 我才是國會 好 那你們到底誰有調查權 要怎麼處理 好 325號解釋說 監察院對於中央地方公務人員 認為有違法失職的情形 可以提出彈劾糾舉 這個規定呢 雖然經過修憲沒有改變 所以呢 如果你為了要行使 你的究舉彈劾權 你當然要應該有配套的調查權 這樣解釋合理吧 它是附屬的權利 它是為了要實現你主要的權利 而給你的附帶權利 立法院呢 看紅字 第4號 立法院呢 為了行使憲法 所賦予的職權 他也應該要擁有 所謂的文件調閱權 這是第一次 在憲法文本以外 大法官的解釋說 立法院有文件調閱權 立法院爭了很久 但是這個文件調閱權呢 還是他們不大滿意 怎麼只能調閱文件呢 我應該可以調查啊 這調閱文件多無聊啊 但是大法官講的意思說 你們要幹什麼 要審法案 要審預算 所以相關的文件 你當然可以調來 好 不過 所有的權利行使都有界限 大法官在淡字以下開始 但國家機關 獨立行使職權 受限法治保障者 例如司法機關 考試機關 監察委員 哒哒哒哒哒 這些東西 監察院如果要對他行使調查權 本來就有受有限制 同理 立法院你要行使文件調閱權 你也要同樣受到限制 這是不是再一次的證明了 權利可以分別賦予不同的機關 為了不同的目的 但是不管賦予你什麼權利 那個權利本身的行使 都有一個界限 大法官只能在這個抽象的解釋 裡面這樣講 好 729號解釋 就是來挑戰這個界限 729號解釋呢 是一個重量級的 這我就孤隱其名 你們上網去都找得到 重量級的立委來申請 他申請什麼 他要看檢察官 他要調閱檢察官的 這個偵查證券 看看你們檢察官 是怎麼認為我犯罪的 你們掌握了什麼視證 這個可不可以呢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你是涉案的立委 你知道檢察官現在正在偵查你 你說偵查卷證拿來我看 你認為這是 立法院可以有的文件調閱權嗎 所以大法官就做了這個729號的解釋 這個解釋裡面有很多有趣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大法官不能說立法院沒有調查權 事實上他已經脫離了文件調閱權 但是你說是調查權 但是大法官把相關的要件都說清楚 什麼樣的目的什麼樣的程序 第二個 如果監察院行使調查權有界限 立法院行使文件調閱權 他一樣要有界限 監察院有沒有調查權 跟立法院有沒有文件調閱權 兩個河水不犯井水 可以同時存在 因為目的不同 只要為了行使你憲法上的直覺 你可以同時並存 好 以上剛才講的是 我們特殊的五權憲法結構下 大法官非常努力用心的 維護我們這個憲法的結構 基本上是要全力分立相互制衡 並且帶有相互尊重的要求 接下來就是一個特殊的情況 我們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 一直到現在為止 人民還是不相信法院 那請問人民不相信法院 這個法院怎麼運作 所以大法官一定要不斷地去保障 這個司法是獨立的 4至第86號 簡稱叫審檢分立案 什麼意思 大法官的文區非常短 他說按照憲法的規定 法院負責各種審判 所以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 既然分別掌理各種訴訟的審判 自然應該隸屬於司法院 這句話你聽出來的意思嗎 他是說 我解釋的時候為止 你沒有屬於司法院 你沒有屬於司法院就是違憲的 但是4至86號在當年的情況 沒有出現違憲二字 沒有講 沒有講有沒有這個意思 你應該隸屬於司法院 你沒有隸屬於司法院 這是不是違憲 而且這個解釋因為很早 也沒有負實現 如果現在我們會加一句話說 應該在幾年內改制 也沒有 所以這個解釋呢 你也可以說是中華民國 形憲以後一個最大的敗筆 這個解釋1960年做 拖到1980年 整整拖了20年 我們審判獨立這一步 是這麼艱難跨出來的 當我們現在在批評法院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曾經認識到這個歷史 在威權體制之下 如同現在的共產黨 你跟他講說 黨輕易把手伸開 他會答應你嗎 大陸也有司法改革 大陸的司法改革 是要牢牢的聽從黨的指揮 但是黨不可能退出司法 退出法院 no way 什麼時候黨退出了法院 這是司法改革開始 第一步 所以我們的憲法才會說 法官應超越黨派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所以審判獨立 第一個要擺脫的就是政黨 但是除了政黨以外 還有別的束縛 現在我們看86號 這個束縛是來自於行政院 因為從殉政時期 殉政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 一黨統治的時代 共產黨現在用這個標準來看 他還在殉政 他還沒有進到憲政 那當時的標 當時留下來的傳統 就是有一個司法行政部 政府簽罪到台灣來以後 司法院實際上 能掌理的事情非常少 司法院下面 有一個最高法院 一個 只有一個行政法院 一個工程會 就這麼樣子 沒幾隻小帽 審判的大宗是在高等法院 還有高等法院的地方法院 這兩個系統都是屬於 行政院所屬 司法行政部管轄的 隸屬於他 所以是司法行政部所屬 那麼台北高等法院 司法行政部所屬 台北地方法院 這樣子 那你們問一個問題說 老師 那個法院屬於行政院 還是法院屬於司法院 有什麼重要 反正承辦獨立嗎 誰都不能干涉嘛 你們覺得是這樣嗎 那麼請問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憲法77條 要規定說司法院 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長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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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寫這一句 你剛剛就說 司法院國家最高機關 所有訴訟能歸行政院所屬的法院管 這樣不就好了嗎 可見這個組織隸屬 當然會影響到他的操作 這個操作的影響有各種可能 薪水要不會 升遷會不會 烤雞會不會 調動會不會 大大大大大大大 很多嘛 你能想像出來都有啊 要不然為什麼那麼多人 要西瓜餵大便呢 所以誰是你的上司 誰在組織上領導你 他當然會影響到你的工作嘛 好我們為了要使得 審判能獨立 我們必須要把審跟檢分開 檢方 所有的檢察官 通通歸行政院 所屬的法務部 以前叫司法行政部 以後就叫法務部 那所有的法院 通通回到司法院 歸司法體系管 這是審檢分立 審檢分立 是審判獨立的 漫長的第一步 二十年才走到這一步 問你說為什麼 1980年做了 為什麼1960年解釋 擺了二十年呢 80年正好是1979 我們退出聯合國 有沒有 哎不對哦 斷交 中美斷交 斷交以後 大家有很多檢討 要求政府要虚心的 體察民意 有很多事情啊 其中有一項就說 有一個解釋啊 你們擺了二十年 為什麼不執行啊 哦 蔣經國先生聽到了 好執行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才有審檢分立 好接下來 我們是不是說 法官應該依據 法律獨立審判 那請問 這個法律 包不包含 行政機關 對法律所做的解釋 我是主管機關 不管我是內政部 還是我是教育部 我主管的法律 我都會有一些函視 這些解釋 你們法院是聽不聽 聽懂啊 你們看一下216號 你們當中還有很多人 有點猶豫 不要猶豫 大法官說 No 行政機關 針對他主管的法規 所發布的解釋 命令 這種命令 僅供法官參考 因為我 要認定 法律的意志 命令不能抵觸法律 你們行政機關 對法律的解釋 還是命令 命令有沒有抵觸法律 是我法官說了算 所以我說要這樣解釋 就這樣解釋 你得聽我的 其實我們的審判 到現在 一直到最近這幾年 特別是 那個美麗灣 度假村 那個案子以後 我們才開始感覺到說 法院是真的存在 因為法院一再地 駁回 行政機關的請求 你們認為環評這樣合法 我們認為不對 你們認為這樣 我們認為不對 中科三期開始 大家才知道有法院的存在 你們注意看看 以前那個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機關 是怎麼回應的 他們誤解了法律 後來慢慢說 我們加以尊重 但是加以尊重 我還是繼續蓋 你們覺得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法律 我們法院很可憐 我們司法 只有一張嘴巴 宣誓 這個違法 這個違法 我們沒有執行的權利 我們手上沒有警察 聽懂嗎 警察還是控制在行政機關 我已經法院說違法了 你還要繼續蓋 誰要來抓 我們法院沒有警察 去抓這種人 所以你們如果大家 不願意尊重司法 我們解釋一張嘴巴 空口說白話 但是如果尊重司法的國家 大家就會知道 對於法律的解釋 是以法官為準 法官說是違法 就是違法 大家都得聽他 不然我們叫什麼法治國家 行政機關毅然 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好 剛才講了 法官要審判獨立 所以現在第一步是脫離了 政黨的控制 第二步是脫離了行政的控制 現在又來到第三步 看530號解釋 530號解釋說 司法院作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他有一個權利 可以針對審理有關的事項 來發佈規則 就是英文來講是Rule Making 或者就是我可以發佈命令 發佈命令是我作為一個 最高司法行政機關 我要掌理這個司法行政系統 必要的一個手段 OK 這個沒有爭議 那下面要重點是在這裡 第一 只有最高司法行政機關 法院 像我們司法院 他才有這個權利 所以如果你不是法院 你就不能發佈司法行政命令 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是說 你發佈了司法行政命令 仍然不能違反 抵觸法官依據法律 獨立審判的原則 你不可以用行政命令 來干涉法官審判 請注意哦 現在我們講的事情不大一樣 我們原來擔心的是 別的行政機關 是行政院所屬的行政機關 他發佈命令 給我們法官來指揮 叫我們這樣來解釋法律 現在擔心的是司法院 透過司法院發佈的行政命令 來影響法官對於法律的認知 這個要避免 這樣子聽懂嗎 這是最後一步 當審判也脫離司法行政而獨立的時候 審判就真正獨立了 當然我講到這裡 你們可能問我一句話說 老師你一直強調審判獨立 那我請問你 審判真的獨立了 誰來對付他呢 很好的問題 你不是權力要分立要自個嗎 第一個 是有審籍 地方法院的決定你不服 裁判你不服 你可不可以上訴 一直上訴到你不能上訴 甚至於你將來覺得 那個裁判所依據的法律 或命令違憲 你還可以來大法官這裡 申請解釋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回答 第二個回答是 法官所做的裁判 要公開 要接受社會的公平 我們說不能干涉他 是指的你在審判判決之前 你不能影響他 你不能找某某法官來 我給你參考一下 我認為那個人該判死罪 這個人輕放不得 我可以這樣指示你嗎 甚至於以前早年 我們還有裁判書類要送審 裁判法官做完了 不能公布 要給庭長院長看過才能發布 這個規定現在都廢了 這都是司法行政 對於審判的控制 已經都廢了 另外一個 除了要講道理 道理是可接受公平以外 重要的一點就是 法官也應該要不斷地 接受在職的教育 沒有一個畢業 三四十年前畢業的法官 可以用三四十年前 那套老知識 來裁判這個日新月異的 新的時代 產生了新的法律問題 我覺得我這樣講 應該大多數人可以接受 所以對司法改革來講 有很多是制度的改革 那有很多是要去做的 要做實事的 尤其我們有司法官的在職訓練 這個在職訓練 要認真的當一件事情 這樣才能減少 引號恐龍法官 如果不能完全消滅的話 那最後你要跟我講說 那怎樣怎樣怎樣 都是還有萬一萬一都還有 是的 因為我們是活在一個人的世界 人的世界從來不是圓滿的 從來不是perfect的 所以你必須要容忍有這種情況 有這種情況 我們可以再對付它 我們可以來檢討它 但是你要期待一個百分之一百的東西 可能這個世界上沒有 那我們現在常常是好高物遠 我們連零都做不到 連二都做不到 要求要一百 我們現在至少已經慢慢慢慢走到 相當前面了 現在可能還有一些小的問題要去解決 所以我對於司法改革 我基本上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而且我不願意過分地去批評法官 因為這個有時是強人所難 如果換成是你 你也不見得做得多好 因為人來裁判人 不是神來裁判人 這事情很難 人所知有限 你永遠不可能完全認識真實 所以你要要求他什麼 審判要獨立沒有干涉 審判要付理由可受公平 法官要不斷地在職禁修訓練 吸收新的知識 就這樣子 你只能要求到這樣 那你要求他百分之一百的正確 這是不大可能的事 另外601號解釋 是立法院因為大法官做了一個解釋 又得罪人了 這個解釋得罪人499還記得嗎 得罪人國民大會代表 就把大法官分兩類 而且這個分兩類的非常沒有道理 這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現在不想講太多499 以免引起誤會 601號解釋 又是大法官做了一個解釋 立法院又火大了 火大了怎麼辦 就把大法官的專業家籍 大概佔大法官薪水的三分之一 給砍掉了 請問大法官的薪水可以隨便砍嗎 如果大法官的薪水沒有保障 那大法官能夠挺得起腰桿嗎 所以大法官不得已 要做了601號解釋說 這個是違憲的 好到這裡為止 我們把審判獨立大體上說完了 那麼下面我們講一下違憲審查 這個體制的建構 大法官本身講自己應該怎麼審查 他有很多的貢獻 第一個解釋是4至第2號 爛傷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講 上個禮拜有講到 從比較憲法的觀點 來討論違憲審查的制度 其中的第一個分類 就是我們是 abstract review 還是concrete review 是抽象審查 還是具體審查 上次我講過 抽象審查 全然抽象審查的是法國 全然具體審查的是美國 我們跟德國是站在中間 既有抽象也有具體 抽象跟具體的差別在哪裡 沒有案件 沒有當事人 針對一個特定的事實在做爭執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來從事裁判 抽象審查是可以的 為什麼可以 是因為4至第2號 2號解釋很早 1號2號兩個解釋 是在大陸時期做的 他說憲法78條 講司法院解釋憲法 又說司法院統一解釋 法律及命令 於是大法官就做文章 一個叫解釋 一個叫統一解釋 兩者意義顯有不同 統一吧 這是文意解釋嘛 一個叫解釋 一個叫統一解釋 如果兩個一樣 那兩個都叫統一解釋 或兩個叫解釋 不會一個叫解釋 一個叫統一解釋 然後接著大法官就講 解釋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懷疑就可以來問我 是這樣嗎 然後統一解釋說 一定我的解釋 跟其他另外一個機關的解釋 不一樣 我們有沒有隸屬關係 不像行政院跟法務部 法務部當然要聽行政院 因為它是我的下級機關 沒有監察院跟行政院平行的 兩個針對同一個法條解釋不一 那我們國家是一國一制 還是一國兩制 還是一國亂七八糟制 所以當然要統一嘛 所以司法院作為國家最高機關 加以統一解釋 就統一解釋的部分 我沒有意見 但是解釋就等於是 一億就可以解釋 這件事情就有一些 討論的空間了 簡單的講 我說你可以解釋的意思是說 所有的憲法解釋 唯有你有權利 所以在這裡 他把兩件事搞錯了 當然只有你有權利解釋 憲法 這是極權式的審查 但是你可以只能在個案裡面 還是脫離個案抽象的 對法條做解釋 這是兩件事 這件事情沒有扯到 我說你有解釋憲法的權利 我有沒有說 你怎麼樣可以解釋憲法 沒有啊 聽得懂 那這是四字第二號的問題 再下來 527跟553 中間離很久了 2號到500多號離很久了 但這個見解始終沒有改變 這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依照地方制度法 讓大法官 這是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以外的 另一個法 我們先不講 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以外 那立法者還可不可以用別的法律 來規定大法官的職權 如果照你們這個速度通過N個法 我們大法官真的會累死 因為很多事情都要歸我們管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問題 那那個現在是有這樣的規定 規定說呢 要怎樣怎樣 這是一個規範審查 基本上是要控制 在下位階的地方自治規定 不能抵觸在上位階的中央法規 簡單講是這樣 好 那麼大法官說 你本來是自治監督機關 你就對你所屬 受你監督的機關 從事地方自治做錯了 你就可以加以糾正啊 有可能撤銷 有可能變更 有可能廢止 有可能停止執行 你有很多權利 你可以做 那你要來申請我解釋 你一定是還沒有這麼做 你來跟我申請解釋 所以呢 這是抽象的 這不是具體的 一旦你做下去就變成具體了 具體的怎麼辦 就得打行政訴訟 這是這兩個解釋的意思 好 簡單的講 一句話 我們大法官解釋 自己透過解釋說 我們所能夠做的審查 是針對法規抽象的進行審查 而不是跟個案要產生什麼關聯 個案原則上我們不管 到現在為止都是這樣 好 第二點 我們是極權式的審查 所以只有大法官能解釋 那如果是法官碰到的怎麼辦呢 所以大法官在371號解釋 開了一個例外 你是法官 你現在適用個案裁判 你要適用假定 你要適用民法第980條 可是你怎麼想這980條 都是有問題的 跟你在學校上課 所學到的憲法 意念是不同的 那你應該依據憲法的意誌 來適用法律 還是依照法律 法律至上把憲法意誌也推翻了呢 所以想想不行 那怎麼辦 大法官給你一條路 你把案件停下來 申請大法官解釋 所以本來只有大法官能解釋 現在也還是只有大法官能解釋 但是我們增加了法官申請解釋的途徑 這就是極權式審查下的例外 然後審查範圍的擴張 剛才說我們大法官 按照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只能夠針對法律或命令 進行抽象的審查 這個法律這個命令 規定的內容有沒有違憲 簡單講是這樣 而不是這個法律或這個命令 就適用在這個具體的個案 這麼適用 這樣的認識用法有沒有違憲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OK 好 那麼原來只能法律或命令 但是我們大法官沒有以此為慢足 154號說法律或命令 不能這麼狹隘的解釋 要包含實質上相當於法律或命令 什麼相當不相當 大法官說了算 現在牽涉到的問題是判例 判例不是法律 當然 判例也不是命令 它不叫命令 也不是行政機關做的 但是判例有沒有拘束力 有 法院裁判的時候有沒有引判例 來作為裁判的依據 有 既然有引 它就相當於法律或命令 一樣要接受我們審查 大法官是誤實派 不是誤虛派 不是講名字 我們不是那種機械式的頭腦 因為如果你不審到這個判例 萬一這個判例有問題怎麼辦 聽得懂嗎 它長得不叫法律 它也不叫命令 但它實際上是被拿來 作為法律或命令來使用了裁判依據 往下173 是一個行政機關的韓氏 374號是除了判例以外 現在法院聰明了 常常開這個法官什麼停推總會 大家來決議法律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實務上有爭議 假說 已說 秉說 各位法官請投票 投出來是秉案佔多數 好 一律採用秉說 這個說法也是非常有趣的 你們剛才可能有同學聽到 應該會懷疑 老師你不是說審判要獨立嗎 審判要獨立是集體法官獨立 還是法官個別獨立 我認為這個條文只能這麼解釋 你們大家決議說要這樣解釋 我要聽你們的嗎 我講他有聽懂嗎 所以可不可以有這種 最高法院什麼法院的決議 可不可以這樣子 或者有決議 決議不能有拘束力才對呀 要不然我是個個別的法官 我認識用法的獨立性不就沒了嗎 我是服從 少數服從多數嗎 是這樣子嗎 好 那這個不管怎樣 大法官說這個決議 也可以審查 再往下 有一個東西叫做重要關聯性理論 它的開始是445 445號是牽涉到 一個反對團體 應該是民進黨的 這個當年的一些支持者 還包含民進黨的成員 他們去這個進行這個遊行 然後碰到了當時的集有法 集有法裡面有很多規定 簡單的講這個案子裡面 最真實的事情是 集有法說集會遊行 不能主張分裂國土 或者是這個 另外一個是叫什麼 我現在也想不起來 是顛覆憲法還是什麼 本身類似這樣 就是你不能主張台獨 那他就說這個規定是違憲的 所以大法官除了審這個規定以外 這個條裡面說不准集會遊行的 還有其他很多原因 要不要一起審 大法官決定一起審 一起審怎麼解釋呢 他就說這個具體事件 你們現在這個集會遊行事件 相關聯繫必要的條文 你問我的是A條 你被處罰的A條 但他可能用B條C條D條 相關聯繫來處罰你 我們一起解決了 你問我一條 我其他的奉送 那你們可能會說大法官 人家沒有升級的你也解釋嗎 是的 就這個意義來講 只要你合乎重要關聯 從這個門一開以後 大法官又有很多個解釋 又另外開了三種類型的 所謂重要關聯 第一個叫裁判準據 535 535號解釋是牽涉有一個人 他在橋上走來走去 當時正好實施春安演習 快要過年了 時間大概是晚上九點多 也不是很晚 地點在台北市好像是重陽橋 有個人走路 那個人走路的樣子有點怪怪的 那警察過去盤查 出示證件 什麼證件 身分證啊 為什麼我要帶身分證 哪個法律規定要帶身分證 警察最怕碰到這種人 結果警察看這個人講的也對 哪個法律要帶身分證 沒有啊 那警察現在覺得這個人怪怪 又找不到什麼理由來盤查他 所以就跟他碰碰 因為他們有一些練習的一些技巧 如果一碰碰出了毒品 碰出了槍枝 就可以現行犯逮捕了 他一碰撞到他 幹什麼 他開始罵一些三字經的話 其實什麼都沒有碰出來 所以你真的找不到他有什麼違法的事證 然後他罵了警察 警察覺得很不爽 說你怎麼可以 我在執行職務 你怎麼可以侮辱呢 侮辱我執行職務的公務員 你怎麼可以侮辱我 要把他帶到派出所去 所以才有這個535的解釋 這個535本來 是在問刑法某一個條文 是不是叫做侮辱公署 但是侮辱公署有個前提 必須是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 大法官就在依法執行職務 這個問題上做文章 去解釋當時的這個 警察勤務條例相關的規定有問題 然後來解釋什麼叫做零檢 零檢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進行 要遵守什麼樣的正當程序 零檢是很普遍的一種 警察執行勤務的方法 所以這個解釋呢 你問我A 我從A跳到另外一個法律去處理 大法官怎麼跳的呢 他就說 如果跟這個裁判 具有重要觀念 你現在這個判決是依照刑法 多140條我記得是 第二項還是什麼 那個妨礙公署那個罪 那那個罪呢 前提是要依法執行職務 認定有沒有依法執行職務 必然要牽涉到警察勤務條例 所以我就來審警察勤務條例 相關規定 蹦蹦蹦蹦跳過來了 那這又是一個跳躍的方法 664號呢牽涉到少年 他少年呢一定要是 有陶學陶家之餘 經常陶學陶家之餘 會被認定為一種叫 引號 於犯少年 就是有犯罪之餘 有犯罪可能的少年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一些動作 比方說送去收容啦 送到什麼學校去矯正啦 好 那麼原來他們爭執的是 請問你 有餘犯少年 這個用語 以及他的定義 有沒有違憲 是不是太過模糊 模糊到任何人都不知 何以措手足 結果大法官不只是解釋了這個 還附帶的解釋說 一旦你被認定為餘犯少年 你就有可能送去收容 你有可能送去 所謂的管訓 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他不叫管訓 他叫做反正就是 強制叫他去一個什麼地方 學習跟讀書啦 像這個名字我現在現在記不得了 那這個664就從這裡 跳到另外兩個步驟 他說是什麼 他說這個是跟申請人 申請解釋的法律 具有重要關聯 你一旦成為餘犯少年 你下一步就可能會收容 有收容以後 你就會送到學校 去強制 進行教育什麼的 所以他也把他兩一期解釋 737是另外一個 這個解釋是牽涉到 如果你被檢察官 向法院申請 在偵查期間 要把你關起來 積壓 那你可不可以要求說 我要看 你有什麼證據 我可不可以有答辯的機會 大概主要是這樣 那麼737號解釋 他真實的是A條 可是A條沒有規定 這個條文在A條裡面沒有規定 可是在B條裡有類似 有一個重要的規定 真正關鍵在B條 大法官的意思是說 如果看一個條文看不出來 你可以看其他條文來綜合理解 那其他條文也當然要拿去來審查 大概是這樣 因為如果不這樣子 我們不能解決 這幾個事情 我問你們一件事 為什麼大法官要引進重要關聯性 為什麼大法官要不斷地擴張 法律跟命令解釋的範圍 你真的覺得是大法官吃肉贏嗎 還是大法官是基於人權保護的一種使命 我們如果不做到那個地步 我們就沒有辦法解決真正的關鍵 我們只能隔靴搔癢 這有些考慮在裡 所以這個跟我剛才講的 為什麼我說要引進裁判憲法訴願 要容許大法官可以例外地就 引起爭議違憲的個案來進行審查 才能得到真正的救濟 你光光抽象講的那些條文 他沒有用的 簡單的是講是這樣子 好 再下來 我們一向都是審查 政府的作為怎麼侵害人民 但是如果不作為會不會侵害人民呢 這是我們最近努力的方向 742號解釋就是一個例子 他說都市計畫 在都市計畫這件事情 我們人民沒有辦法訴訟 一定要等都市計畫都決定了 然後進行徵收的時候 下層處分了你才有辦法徵 換句話講說 當它在發展的上游階段 你擋不住 等它變成了下游你再來告 請問你們從普通常識來看 上游如果有問題 下游再怎麼告也告不贏啊 聽得懂嗎 他說我依照一個核定的都市計畫 我來執行的 有什麼錯 但是你說不對 你這個都市計畫本身錯了 對不起 都市計畫是抽象行政行為 不能告 你們會覺得 如果人民會不會覺得說 拿真是其有此理 哪有這種說法的 只要是你政府的決定 我都能告才對啊 回想一下 好上一個禮拜 在一張popo裡面我說 我們的發展 法治現在的情況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大法官做的審查 是違憲審查 我們卻只能抽象的違憲審查 不讓我們具體的違憲審查 同理 法官管各種訴訟 他只管具體的訴訟 他不管抽象的訴訟 你這個都市計畫有沒有合法 都市計畫這種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 法官審不著 法官只能審 依照抽象的都市計畫 所做出來的具體徵收決定 有沒有合法 前面如果有問題 前面是錯的 後面根據錯的做的 他說我是對的 那你有本事 你把那個錯的找出來 那錯的你審不到 所以大法官在742號說 這不行 你必須要給人民 可以提起訴訟的機會來作為救濟 745號是一個說法 事情比較複雜 我不多講 747號是另外有趣的問題 我們說財產權因於保障 所以我們要發展出兩種東西 有一種東西 當國家需要有公共的目的 公益的需要 要徵收你的土地 可以來進行徵收 所以所有權的保障不是絕對的 它可以來徵收 當然一般人都不喜歡被徵收 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徵收的價格偏低 但是它可以徵收 這是一條路 第二條路 它是一種管制 它不徵收 但是實際上讓你等於被徵收 忍受那種痛苦 你看本案的例子 這個是一個高速公路 北二高 它要開 開的時候要經過指南宮的上方 指南宮在上方 它在指南宮的下方 它挖個洞 你們仔細想想看 你們現在走北二高 有沒有一段 上面是指南宮 下面是高速公路的寒洞 然後它現在穿越私人的土地 上空或地下 這裡是地下 然後導致 所有權人的社會責任 預約了社會責任 所應忍受的範圍 因為所有權 都富有社會義務 而且所有權本來 很難說這麼保障的一百分之一百 所以小小的一些 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如果你超越了它 所應容忍的社會範圍 那就會形成了 對個人的特別犧牲 這裡要蓋市場 是 那為什麼徵收我家土地 所以我為徵收我家 我為我家土地 因為市場興建而被徵收 我是不是為了公益 而遭受特別犧牲 所以如果這種情況 我叫你徵收 但是我們相關的土地徵收條例 沒有這個規定 所以穿越就穿越了 後來他發現說這個不對 我要告你 怎麼可以穿越 那很難 後面相關規定就有一些 但就沒有徵收 所以大法官說這種情況是不對的 如果你使用的情況 穿越上空或地下 已經超越過他應該忍受的社會範圍 並且對他實質形成的損害 已經達到特別犧牲的這種程度 那你就必須要徵收 法律沒有給他徵收的規定 他應該要規定而沒有規定 不對 這是大法官講 所以這是不是立法不作為 立法不作為又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最有名的例子 當然就是748的同婚案 你們看一下上面這一段 大法官指摘的條文 是民法第四篇 親屬第二章的婚姻規定 非常多條文 這些條文不管怎麼樣 是沒有使得 相同性別的二人 可以為了這個目的 經營共同生活的目的 集結一種 具有親密性 跟排他性的永久結合關係 你不讓這個同性別的二人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在你不讓他做到的這個範圍內 於此範圍內 跟憲法22條 保障人民婚姻自由 還有憲法第七條 保障人民平等權 意志有違 所以他有違反的憲法 那樣條規定 被宣告違憲 這個被宣告違憲 不是因為作為 而是因為不作為 你沒有規定他可以結婚 簡單講是這樣 好在這裡呢 我要說 一點點補充 首先呢 沒有規定 或者規定的不夠完善 是不是一定違憲 不一定 換句話說 要看他規定不足 規定不妥當的程度 是不是已經達到了 顯屬立法之重大瑕疵 如果沒有達到這種程度 我們就不會給他違憲的評價 好 第二個 那你說什麼樣叫做 立法上的重大瑕疵 而不是普通瑕疵呢 這裡大概有兩個問題要討論 第一個問題是 侵害了你的什麼權 我們以748號解釋講 侵害的第一個權利是婚姻自由權 婚姻自由是什麼意思 你決定結不結婚 你決定跟誰結婚 不管怎樣 這種自主的決定權 就是婚姻自由權的內容 其次 這種婚姻自由權重要嗎 嚴重嗎 如果是字馬點大的事 你就忍耐一下囉 大法官說 這種婚姻自由的自主決定 關係到人格的健全發展 我做一個人 我不能決定跟誰在一起 我還叫人嗎 其次也是我的人性尊嚴 在這種情形下 大法官說他是一個根本的基本權 A fundamental right 所以他要受到憲法22條的保障 這個中間有些細膩的論證 我就不講了 我只講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被侵犯的權利 婚姻自由 在我們憲法的評價裡 它是很重要的權利 所以你侵害了很重要的權利 第二個平等權 平等權很多人都會主張 他沒有得到平等對待 平等不平等也是個相對的觀念 但是這個案子的情況不大一樣 這個案子大法官說了 他的平等權被侵害 但是應該要給予比較嚴格的審查 也就是說要受到比較高度的保障 為什麼 讓法官具體的講了幾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性傾向 你喜歡跟誰在一塊地結 這個永久結合 這個是性傾向 這是一種所謂英文叫做 immutable characteristics 是很難改變的人格特徵 你要罵他 他無能為力 他生下來他就是這樣的性傾向 你怎麼改變他 第二 過去一直認為同性的性傾向 是一個錯誤 是一個疾病 是一種病要去治療 但是最新的 這個國外重要的 世界重要的醫學組織 還有精神組織 都說 這個同性戀本身 同性戀的這個傾向本身 他不是疾病 他不需要治療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 因為長時期 社會對於同性戀的這種歧視 已經使得同性戀的這一群人 變成了所謂這個 insular minority 孤立而隔絕的 少數 他們所以要躲在櫃子裡 他不敢出櫃 不敢告訴別人 因為他一旦告訴別人 他就會被貼上很多的標籤 有很多社會的烙印 同時 在人口的結構裡 我們所知道的 現在所知道的 大概普魯類的動物 都有發現同性戀的傾向 都有同性戀的這種情形 但是比例都很低 通常都在10左右 或者10以下 所以他跟其他的90比起來 他就是少數 所以他在政治結構上 你要用他少數來翻身 得到平等待遇 是非常難的 好 基於這幾個理由 對於以性傾向 作為差別待遇之基礎 你是男男 或者你是女女 我們法律就沒有規定 給你結婚的可能 你必須是一男一女 一女一男 這樣才能結婚 大法官說 這樣的一種性傾向 為基礎的差別待遇 要接受比較嚴格的審查 因此也宣告危險 好 總之呢 這裡讓你們看到的 剛剛前面連同三個案子 是說最近這一陣子 大法官已經注意到 我們的審查範圍 不能只限於 做了什麼事情 而侵害不管是誰 特別是立法者做了什麼 也要包含立法者不做什麼 他實際上以不做什麼 來達成什麼 像本案的情形 他不跟你規定可以結婚 你就沒辦法結婚 因為結婚是要登記 你去登記他說 你不符合登記要件 你就不能登記 所以他沒做什麼 他實際上是讓你沒辦法結婚 當然他也可以另外的規定說 同學面禁止結婚 他不寫禁止 但他實際上讓你沒辦法結婚 這也是達到了限制你 或禁止你的目的 最後就是講一下解釋的效力 大法官的解釋有什麼效力 法律沒講 最重要的兩個解釋 一個是185 185號解釋 值得你看一下 大法官說 我們所做的解釋 具有拘束全國各機關 及人民的效力 這句話非常重要 也就是大法官的解釋 至少跟法律一樣 法律是不是拘束全國各機關 再看下面 各機關處理有關事項 使因一解釋一旨為之 違背解釋的判例 當然實際效力 當然 問都不要問 因為我們有這種抽象的一般效力 這是我們自己講的 188號的解釋 又說如果沒有特殊規定 那就從解釋公佈的當天 開始生效 那一般的情形 我們都會講 哪天開始生效 因為它牽涉到法治序 怎麼轉換 怎麼銜接 避免空窗期的問題 752號解釋 是一個通案溯及效力 那個解釋做完了以後 我們大法官說 只要在本解釋公佈那天 還沒有預期上訴期間 還沒有預滿 還沒有借滿的 你都可以來上訴 那這個解釋 我是有點不一樣的意見 我參加另外一個大法官的意見 我覺得這個解釋 又有點超過了 你的溯及 有點溯及的太前面了 好 另外呢 177號解釋 是另外一件事 我們原則上 只對申請人溯及 這個案子 我們做的內容 具有一般拘束力 向後生效 但是你是申請 這個案的申請人 我對你如果沒有救濟 你為什麼願意來申請 所以對你來講 要特別例外的 讓這個案子的解釋結果 可以適用在你這個案子 這叫做溯及 這叫個案溯及 例外的溯及 聽懂了 好 這是177 725號解釋 就把它進一步的 擴充起來 我們不是立刻失效 而是定期失效 這是通常的情形 就是一個法律 或一個命令 被我們宣告違憲 然後我們考慮到這個命令 跟法律 還要一段時期去調整 所以我們不會說他立刻失效 立刻失效 就從我講 我這一公佈的一剎那 你就失效了 那你想這影響多麼嚴重 比方說我限制你出境的規定 現在規定失效了 又沒有新的規定來取代 那你就可以跑出去了 那會產生多少的問題呢 所以我們不敢 通常我們會定一個時限 像剛才748 說本號解釋公佈完 兩年內 也要去做成什麼規定 這叫定期失效 定期失效的解釋 怎麼樣來處理呢 這裡又分成兩面 如果是我們在解釋裡 有明白的預知 說這個該怎麼處理 照我們的預知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這個法律 不管現在什麼時候失效 我說了兩年 一年半年沒有關係 你這個期間 你沒有去提起訴訟 也沒有關係 你不能夠以這個法律 現在還有效 你就把它駁回 你必須要等這個法律 被宣告違憲以後 新的法律制定出來 再用新的法律來裁判 也就是說 在這裡我們在解決 我們聰明的法官 他抓住了我們一個弱點 那你不是說這個定期失效嗎 定期失效 普通法院往B 所以大法官最後只好 做一個725號 把這個效力的問題 再做一次離心 741號是另外一件事情 詳細因為時間的緣故 我也不講了 747 跟剛剛講的有關係 這些地方你都可以看到 大法官一步一步的 再做一個努力 我們盡量要使得我們的解釋 產生什麼效力 說清楚 講明白 而且特別是針對申請人 不要讓他做白工 讓他得到應有的reward 因為他的解釋 我們才有機會澄清 所以這個澄清 如果對他有利 他應該就可以得到好處 不要讓他等 他永遠都做功德給以後的人 那他呢 他是白犧牲的嗎 這對他不公平 另外一個就是599號解釋 599號解釋說 有一些情況 在我們大法官做成解釋以前 你也要讓他暫停 這個英文就叫做 preliminary injunction 那你們看這個內文 你們自己去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不做急速的處分 我現在不馬上定一個暫時狀態 將來 就算我做成的解釋 可能於事無補了 這個案子599 後面做出來的本案解釋是603 603是什麼 牽涉到 當時戶籍法修正 有一個規定 說我們要換發身份證 換發身份證的前提條件 就是每個人要按耐指紋 我沒有犯罪哦 你可不可以以我拿指紋 給你作為條件 換新的身份證給我 我有沒有權利不讓政府 把我的指紋拿走 聽得懂嗎 所以大法官做了一個這樣的解釋 這個解釋603是非常有名的 我們是少數國家的法院 大法官會對這種解釋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這個就叫做資訊隱私權 每個人對於屬於他的個人資訊 具有控制權 我可以不給你 除非你有正當理由 比方說我犯罪 那你沒有辦法 你當然要採集 如果不是 我為什麼要給你 大概是這樣 那大法官做603號解釋 以前不知道要審多久 所以就599就暫停 所以這個法律 在我們做出解釋之前不能適用 你不能適用新法 要求人民交指紋 一旦指紋交給你呢 都發了 那我大法官再怎麼解釋 也來不及了 指紋已經跑到國家的大數據裡去了 聽懂了 很好 聰明的人馬上就想到了 立法院現在來申請的前瞻案 不是嗎 前瞻預算審查說 他說違憲 他申請有兩部分 據報載 我沒看到這個案子 據報載 他說有一部分就是要 申請大法官做暫時處分 如果我們現在不做處分 假定將來這個案子被程序審議 宣告違憲 預算都已經花完了 你還宣告什麼 聽得懂聽不懂 所以要你hold住hold down 不要動 不能用這個 這樣子這個意思 那我們看看他怎麼處理 最後呢 因為時間也不多了 我要再簡單的講個五分鐘 違憲審查跟憲法結構 是有一種內在有機的關聯 這是我的理解 在這個理解下來講 下面的這個解釋 387號解釋 第一次碰到這個問題 當時碰到的問題 爭點是 立法院立法委員改選以後 行政院要不要總辭 因為立法院 因為當時的憲法規定 行政院院長是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 聽懂 那麼如果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辭職 總統就不需要提名新行政院長 你新的立法委員 就沒有行使同意權的機會 那簡單的講 你這個立法委員選就白選了 你選人家幹嘛 聽得懂啊 那你覺得可以這樣嗎 那這個規定 是在體現什麼 體現我們當時 是一種所謂 修正式內閣制的憲法結構 修正式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比較複雜 它不是典型的 但我就不講 但是基本上的體制是 行政向立法負責 而行政向立法負責的 諸多表現之一 或者是一開始最重要的 你沒有得到立法院的同意 你休想當行政院長 所以你是不是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我這樣講有聽不懂的嗎 聽懂了 好 既然是這樣規定 你總統可不可以回避 行政院長可不可以回避 立法院改選做你的 我不辭 我不辭就繼續做 你我不辭總統就不提 總統不提 你們就不會審查 同意 可以這樣嗎 所以大法官就做了這個解釋 大法官說的道理 什麼民意政治啦 責任政治啦 誰對誰負責 說來說去 沒有講的幾個字 就是我們是內閣制 這是內閣制的基本精神 好 我們修憲了 修憲以後 我個人認為 我們現在 1997年以後 到現在 我們都是修正式的總統制 或者叫弱勢總統制 弱勢總統制 是跟美國的總統比 我們總統權力比較小 修正式的內閣制 就是我們現在沒有像美國 這樣子強烈的 那麼典型的 我們還是在修正 我們過去不是典型的內閣制 而是修正式的內閣制 我們現在不是典型的總統制 而是修正式的總統制 我們始終在中間 我們不敢向兩邊擺 這個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們要去政治學家 去回答這種問題 但是我講的是 我的意見是這樣的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 從520號解釋以來 我們已經有三四個機會 我們都沒有 大法官都躲開了這個問題 大法官是刻意躲開 還是能力不足必須躲開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我認為 我做一個學者 我以前就寫過文章 我認為這個問題是逃不掉的 你終究有一天要面對 但是現在之所以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對於修正以後 我們是什麼憲政體制 確實是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 所以才需要大法官給共識 你要標定出來 但是大法官內部 可能也沒有共識 好 我們520什麼 想想看 行政院長可不可以片面決定 停建何事 這個問題說穿了就是爭議嘛 行政院說 停建何事是我行政院的權利 依照憲法 我說了算 立法院說 這個居然通過了多年期預算 你現在在預算執行中 你沒有經我同意 你不能停止執行 所以必須得立法院同意 才能停止執行 合事的停建 這兩個只有一個是對的 我們大法官講東講西 講東講西 就是沒有給精確的答案 你看他這一段話 這段話是他的話 這不是我的話 看起來好像是說 我們還有內閣制的影子 所以還要負責 還要尊重 這兩句話其實是矛盾的 如果行政必須向立法負責 你要尊重我 你不尊重我就倒楣了 我還要尊重不尊重 你向我負責 你敢不聽我的嗎 不聽我的明天就滾蛋了 警長就會下台了 怎麼這兩個只能有一個 尊重可能是總統制的想法 負責是內閣制的想法 你不可能不做向他報告的事情 到這裡寫起來 看起來是要報告 但是往下的文字我沒有引 那又把它變到另外方向去了 如果也來報告了 那報告以後大家還沒有共識 要去協商解決 所以怎麼協商怎麼解決 也沒有一個答案 那我的意見呢 我有一篇文章 專門批評這一號解釋 我當時還沒有到司法院來工作 站在學者的立場 我說這個問題就出在 大法官要怎麼樣先界定 我們是什麼政府體制 從而來決定這個爭議 應該要怎麼解決 總統制有總統制的辦法 內閣制有內閣制的辦法 內閣制比較容易解決 比較容易懂 如果我們是內閣制 你這個總理 我不管你是梅克爾還是叫什麼 你這麼囂張 你這麼跋扈 好 那你要打賭你照得住 你照不住 我們隨時倒閣 你就下台了 我們也不要大法官解釋 大法官當外人 我們自己內部就能解決 可是如果是總統制就不一樣 因為在總統任期戒滿之前 除非總統被彈劾 這很不容易的 否則你沒有辦法叫總統 提前下台 同理 總統對不配合的國會 恨之入骨 恨之入骨 咬牙切齒 你也沒有辦法叫他滾蛋 也不能提前解散 這是機制 所以在這種總統制的情形下 雙方都沒有辦法 置對方於死地 這時候就可能形成僵局 大法官就必須要出來說 這個是總統的權 還是這個是國會的權 不然這個案怎麼解決 你們一直像小孩鬧 鬧便扭 扮家家求 不高興玩就不玩了 當時立法院通過一個決議 把張俊雄院長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拒絕進入立法院 朝野協商大門關閉 這個最近也常有 所以我們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這個僵局 沒有大法官 沒有大法官來解釋 他就解決不了 627號解釋是另外一個問題 牽涉到總統有沒有 所謂的國家機密特權 他的理論論理就是 如果總統是行政首長 他就當然有這個權 但是請問你 哪一句話說總統是首長 所以這就是 我們對這些解釋 比較困難的地方 當然我有我的看法 那是另外一件事 今天只是向各位來說明 我們有關於政府體制方面 我們有哪些重要的指標性解釋 指標性解釋 不一定都全然是正確的 我的意見 也不全然說都有明確的答案 但是它有意義 這個意義有時候 現在還看不清楚 但是它是有意義的 好 那是我的這個 第二場的 系列之二的說明 我可以讓你誤會 我們來誤會 關於電話 說明 我知道 這兩度是人 我來誤會 用電話 誤會 我來誤會 我來誤會